一个衣衫蓝绿的男人走进瑞士银行 他不顾保安的阻拦 坚称要见银行行长 但谁也没有想到 就这么一个拉里拉他的人 居然是隐形富豪 男人爆出自己的账户名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并输入了密码 经理点击查询 好家伙 里边居然有足足450亿美元 银行行长更是直接亲自接待 但在几天前 男人还是一名接下囚 他遭到好友陷害 被送到海外监狱关押了15年 在这里他经常受到非人般的折磨 每天个人要跟老鼠呛食 不过幸运的是 男人遇到了一个越狱的老头 老头为了越狱 挖了整整15年的隧道 但没想到方向搞错了 竟然意外挖到了男人的牢房 男人就此结识 老头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前总统 因遭遇政变被关了30年 老头对男人一见如故 不仅把自己毕生所学 亲囊相授 临终前更是把自己所有财产 都送给了男人 等老人死后 他的尸体被狱警装进了麻袋 而男人趁狱警离开时 跟老人偷偷进行了调包 他把老人藏进了隧道 自己则假扮成尸体 被狱警扔进了大海 男人紧平块木板飘回了家乡 他想探望一下自己的老母亲 可翻过围墙 却发现老家已经变成了废墟 夜晚 阿暖失魂落魄地走进前妻的店铺 可经老板娘介绍 她的前妻早已改嫁搬离了这里 接连的打击让阿暖难以接受 可偏偏这时 阿暖碰到了曾经陷害她的村坝 趁着村坝不注意 阿暖一把将她按进水里 并用小刀威胁她 让她说出了当年的事情 原来15年前 阿暖的发小为了得到她的妻子 伙同阿强诬陷她 跟恐怖分子有所勾结 阿暖被捕后 她的老母亲整日郁郁寡欢 没多久就病死了 她家的房子 就是被阿强给卖掉的 如今阿强成为了 当地的房地产大亨 而发小不仅如愿 娶到了阿暖的妻子 还成为了国内当红明星 那个逮捕她的警察 则因为破案有功 成功当上了检察官 这次消息对阿暖 犹如晴天霹雳 阿暖下定决心 要让这些陷害她的人们 付出惨重的代价 几天后 阿暖按照老人的遗嘱 来到瑞士银行 取走了450亿美元 而她也将用这些钱 展开自己华丽的复仇